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梁學禧 大家好,我是薛逸文 歡迎收看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 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全媒體 有些看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說,很喜歡看廣為人之環節 為甚麼?難道他們都是廣州居民 正正相反,反而是因為 粵港澳大灣區近年來交通很方便 令到多了朋友想去廣州玩 原來是這樣 我們的節目其他環節,你都不能錯過 因為一樣可以給大家很多收穫 現在立即出發到第一個環節 南北快閃吧 近日,內地首次經港澳大橋 運送冰鮮牛肉到香港 這批牛肉經拱北海關所屬的 港澳大橋海關檢驗檢疫合格後 順利過關 首批約350公斤的冰鮮牛肉裝箱後 由冷凍車運送 整個運送過程被嚴格監控 確保冰鮮牛肉的品質安全 為確保冰鮮肉類早上送到香港零售 所以一般都會在夜間通關 港澳大橋海關表示 會安排好夜間人手 做到鮮活產品即來即驗即放 協助產品盡快通關 日前,2024博士瀋陽行活動 在中國工業博物館舉行招聘會 超過6800名博士到達會場 和招聘單位面對面溝通交流 來自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 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近500間企業單位 為參加者提供8000多個職位 參與活動的企業表示 前來招聘會的博士數量 比去年增加了兩倍 為了吸引人才 各企業紛紛開出優口的薪酬待遇 除了高人工外 部分科學研究院所 還提供公安加費、生活補貼、落戶 人才子女教育及醫療等 全面生活保障 宿千市公安局宿預分局民警 日前聯合社區、醫院及藍天救援致願服務隊 在宿瑜區一處水域展開請匿聯合演習 專業救援人員現場講解請匿知識 以及基本自救常識 還示範了遠程拋摘法救援 以及近距離施救方法 隨後醫生拿擔架、心電監測、人體模型出來 展示如何為餘歷者進行心肺復甦 參加者都仔細聽說和踴躍練習 掌握救援技能 隨著健康理念的深入人心 愈來愈多人加入運動健身行列 中青年男士成為了惠州當地的健身主力軍 在下午時段 這間在惠州的健身室 已有不少顧客來鍛鍊 工作人員說晚上7點是最多人的時間 減肥是大部分會員的健身目標 健身教練提醒 減肥是不可以盲目地去做 短時間內過大運動量負荷 可能會造成身體損傷 循序漸進鍛鍊再搭配飲食 才可以達至健康的體型 在健身室外 亦可以利用日常時間來鍛鍊 例如不坐電梯、走樓梯 利用辦公室的椅子做簡單的運動 將日常生活和運動結合 亦是健身的好方法 時間過得很快 國務院為粵港澳大灣區 合作平台之一的南沙 提出了重點發展方向的 南沙方案已經發佈了兩年 這兩年南沙持續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協同發展 現在我們一起去探訪 在南沙工作創業的港澳人士 聽聽他們對南沙發展的感受 南沙正成為越來越多 粵港澳青年追求創業夢的地方 區內13個青年創業基地 已經累計聚集了768間 港澳青創企業項目 香港青年Yoyo和雲納 就是在4月去到 創響灣的粵港澳青創基地創業 公司主要服務粵港澳大學生社群組織 為他們提供技能培訓、職業規劃等服務 隨著南沙方案進一步實施 港澳青創新十條、國際化人才 特區九條等政策相繼實施 令他們對南沙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 可能每個星期都會有一些活動 令港澳青年可以在一起 還有可以互相認識 尤其對我們 我們才來了兩個月 對我們最大的幫助 應該就是在法律方面 還有在註冊企業方面 租金會有政府補貼 還有這裡會聚集了很多 全國各地優秀的人才 我就可以認識很多優秀的企業家、青年 培訓他們如何創業 如何在股權、財稅、金融等 包括投融資方面 我們更多像一個引路人 幫助他們先過來之後 再讓他這邊落地生根中 再讓他們陪著他們一起發展 而另一個營運近一年的青年創業基地 目前已經進駐了超過80個項目 香港青年已經得到特區政府資助的項目 是同步在我們藍沙落地 我們是通過香港和內地的喪向的自然 可以更好去賦能給我們 港國青年的一個創業和就業 所以來說 目前已經超過10個項目 已經落了藍沙 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是藍沙方案提出的發展方向之一 亦逐步落實到科研和教育領域 廣州已位於藍沙的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作為試點 推動科研用物資跨境流動 生活用品跨境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需要時效性 早上做完了 下午就要到香港去測試 或是香港做完了馬上來測試 這是今後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另外一個高科技產品 它有時效性 目前先進製造、生紋醫藥、數字經濟 以及海洋運輸等六大重點產業內 146項境外職業資格 在藍沙獲得認可 多項稅收規則和港澳接軌 另外澳門居民可以在藍沙 使用澳門社會保障服務 藍沙不斷完善相關政策 成為大灣區最理想的創業追夢地 我直觀感受到 其實從藍沙去到其他城市 或其他地區 其實都發育了很多 呼籲港澳台橋的同胞門 可疑之下不妨來大灣區、藍沙區 創業就業 估計你們必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藍沙不僅是創業的好地方 亦有很多優美的風景 可以說是非常容易居 沒錯,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下 藍沙一處視野絕佳的好地方給你 葡州砲台位於藍沙區的東南角 比輪珠江口 一上到來就見到180度光景 和不遠處的虎門大橋 寬闊景觀確實令人驚嘆 沿著石板步行徑向炮台方向走 在下一個樹蔭後面 就看到大片草地 環境十分優美 這條步道全長大約一公里 一直都綠樹成蔭 夏天走都不覺得曬 你可以在這裡靜靜地看看歷史 又可以遠眺下珠江出海口 真是令人心曠神疑 右邊的一排展示板 就講述 葡州砲台和廣州城的歷史 葡州砲台建於清代 是大角砲台的組成部分 和東莞的沙角砲台隔江相望 形成握手虎門水道的第一道防線 葡州砲台總共有三個砲池 當時這裡用的是 德國黑魯白後堂砲 現在這個是按照 原本比例做的複製品 砲位被密集的樹木 和雜草覆蓋 從外面看很難發現 但是從林木之間望出去 虎門水道的形勢盡在眼前 令不懂兵法的旅客 都會突然知道 什麼叫做二手難攻 以及兵家必爭之地 如果你喜歡這個環境優美 又有歷史底韻的地方 歡迎你來到這裡看看美景 呼吸新鮮空氣 綠樹陰龍夏日牆 又到一年賞河時 據我所知 廣州真的有很多地方 有大片河堂 絕對適合賞河花 好像在南沙區黃國鎮連溪村 就有近8000平方米的河花 正在盛放 而白雲區羅聰公園 亦有滿池綠葉紅花 珍奇豆艷 我們一起跟著鏡頭欣賞一下 接天連葉無窮壁 映日河花別讓紅 在白雲區羅聰公園的河花池 襯襯碟碟的河葉上面 河花增奇豆艷 在陽光照耀底下 粉白色的花瓣非常通透 真是見過這麼多地方 最漂亮這裡 為甚麼 又大多又多又蠻 年頭我們撕肥 撕得充足 加上雨水氣候 花提前開了很漂亮 很大多 羅聰公園 由2006年起開始種植河花 現在4萬棵的河花陸續盛放 吸引大批遊客前去那裡 大家拿著長鏡短鏡 在現場不停地拍照 眼裡的市民還在花海中 找到一株即將開放的冰帝連 冰帝連的生成機率 僅為十萬分之一 它被視為吉祥的象徵 寓意住好運年年 喜事年年 昨天我們下午來了 但是河花是有些 下午就有些合起來了 但是今早一早來 我們八點鐘未到就來了 盛開 好開心 盛放的感覺 除了公園 觀賞河花的好去處 還有南沙區 黃角鎮連溪村 近8000平方米的河花 同樣都在盛放中 一池碧水,粉河玉立 微風吹過,綠波蕩揚 河葉和河花翔翔起舞 美得令人心醉 好漂亮 這裡就是在鄉村 一個村裡面 很安靜的感覺 公園那邊的人造得多一些 因為有很多水物 還有分成不同的小食堂 這裡比較自然 很多人來這裡玩 看看河花空氣也好 這裡當然好 這片河塘已經種了十幾年 村裡面的人 對河花情有獨鍾 連溪村村名的由來 就跟河花有關 連溪村 我們在15代的時候 在這裡開村 當時我們住在山頭 我們的祖先發覺 山邊有水溪 有蓮花出現 竟然是,不如繼續蓮溪 所以我們蓮溪 對蓮花很著重 小學的標識 也有蓮花的標誌 夏天是河花的盛開季節 有興趣賞花的市民 記得不要錯過 有興趣賞花的景點 經常在電視劇裡 我們會看到一些 扮演特景的演員 人人都很擅長身手 很帥氣 其實真實的特景更厲害 佛山公安特景 近日舉行了 實戰練兵比武競賽 六支特景隊 48名特景精英 以團隊合作的方式 在11個科目當中 展開激烈的角逐 說到這樣 我也很想去現場 看看真正的特景 團隊越將 攀登索岸 破門突入 技術清將 搬運彈藥 追擊射擊 在浩二的天氣下 佛山全市48名特景精英 通過11個比武科目 比試速度、耐力以及槍法 比賽是體能、技能和智能相結合的一次 比平常單一科目的訓練 要更加多樣化 要涉及到樂章、攀爬 射擊、衝刺、搬運假人 這些綜合起來 比平常的訓練會更加辛苦 通過這次比賽 也是對我們平常的訓練 做了一個很好的檢驗 為我們日後訓練也好 比賽也好 包括出任務也好 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根據比賽規則 每隊參賽隊伍 包括五名男特警和一名女特警 不僅要求隊員各自要有強壯的體質 更要有默契的分工配合 在體能、透支的極限挑戰下 應對不同的實戰情境 在這場比拼當中 女特警也充分展現鐵玫瑰的風采 犯罪場景有需要 用到我們女警的機會也是蠻多的 像有一些攜持人質 像去年我們省裡面 也有一些女特警 展示她們的記憶一槍之敵 這對女特警的要求就很高 然後我們也有更多的機會 去展示自己 這樣的話 那我們平時訓練強度加大 跟男特警一樣的標準 到那種關鍵時刻 我們常常打得贏,用得上 有嶺南美食之鄉稱譽的中山藍朗 近日又再次成為了 美食愛好者的焦點 尋找家鄉的味道評選活動 在藍朗鎮陳氏中辭舉行 粵賽師傅紛紛登場,大顯身手 立即和大家去找好東西吃 這次活動匯聚了15組 藍朗本地的粵賽師傅 和大家展示具有藍朗特色的拿手好菜 共同尋找和呈現 屬於藍朗人的家鄉味道 我們這次帶來兩個菜式 去演繹這個比賽 第一個就是我們 傳統的中山蟲子魚 另一個就是 傳統的中山霸王鴨 我們的霸王鴨 它的外觀是葫蘆形的 即是比較創新的爆發 院師傅表示 霸王鴨的肚子裡 會放入很多種餡料 主要有蓮子、蛋黃、叉燒、蝦米 當各種食材混合一起 猛火蒸煮之後 整盤菜就會鮮香四天 但這道菜需要將鴨拆骨 免費耗力 在當今生活的節奏下 願意做的人就越來越少 所以他和眾多的參賽選手 都是想借助今次的活動 幫大家找回久違了的家鄉味道 我們下去調研 然後發現到時比較長的這些美味 就慢慢彈出人們的這個餐桌 但是是一種情懷 是小時候才吃過的美味 就想挖掘出來 把藥菜師傅這個品牌擦亮 甚早廚師葛顯神通 現場重現了十幾道藍廊經典菜牛 例如古法綠鵝、傳統豬肚羹 百子添酸富貴盆等 不少村民和遊客逆來觀塞 南朗本地的話 那個辣鴨和八寶鴨 豬肚羹那些都很出名 因為這個是很小時候的記憶 尋找家鄉的味道 令我們消失的味道沉返回來 自從2018年提出 越菜師傅工程以外 每年都會進步 以塞速進步 我覺得是非常有大動作用 南朗鎮希望借助今次評選活動 將南朗的傳統美食發揚光大 而今次獲得最具回味獎 最具特色獎 以及最具技藝獎的特色菜式 將會添加到 南朗的美食地圖上進行推廣 配合深中通道通車的有利時機 希望吸引深圳等珠江口東岸的 游客前去品嘗 現在正是麻竹筍的採收季節 清遠就作為全國麻竹筍種植面積最大 產量最高 交易量亦是最大的地區 正很努力地發展麻竹筍的產業 現在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 清遠如何運用5G、大數據、雲計算等 高端科技 令麻竹筍產業非速發展 在中國麻竹筍之鄉西牛鎮 清遠西牛麻竹筍產業大數據平台 正在運作當中 通過平台 全市麻竹筍的種植、生長、加工、銷售等 各個環節的數據一目了然 依靠5G、大數據、雲計算等高端科技 清遠麻竹筍產業進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科技令麻竹筍產業 由種植到加工都變得更加自動化 和高效 平台通過統一資源供應 統一技術服務 統一品牌營銷等 有效提升產量和品質 並且提高知名度 清遠麻竹筍多年來暢銷海外市場 而其中 日本市場上超過五成的竹筍 都是來自清遠 筍乾產品市場的佔比率 更加達到95%以上 比如可以與電商平台合作 開展線上的銷售活動 拓寬銷售的渠道 還有與科研的機構合作 引進更多先進的種植技術和設備 數據顯示 2023年清遠全市麻竹筍綜合產值 近67億元 預計今年年底 西牛麻竹筍將突破百億產值 伊芬娜有否聽過WLA世界景觀建築獎 我真的知道 這就是景觀建築領域影響力 最大的全球性獎項 沒錯 這獎項近日亦揭曉了2024年度的獲獎名單 杭州的大運河杭桿公園 由超過40個國家的250個項目中脫穎而出 獲得大型建築項目設計結出獎 很厲害 這個公園一定有很多引人入勝的地方 我們帶大家去逛逛 大運河杭桿公園在杭州人熟悉的 老工業遺傳航桿舊紙上建造 整體建築面積大約50萬平方米 目前近10萬平方米的公共空間部分 已對外開放 設計團隊透露 公園由2019年開始設計建造 採用原子重建的設計理念 保留了廢棄多年的招化廠房 鑄鐵機房、轉運站等工業為止 令它們在重建中緩發生機 這種適應性改造設計 極具創造性 是今次獲獎的一大原因 對於工業遺傳的展現 是細化到很多細節的 比如說我們有的鋪裝裡面 就是嵌入了一些回收的鋼板 景觀大道就是比較寬酷 為了增加一些細節 就是我們用鋼筋在上面做了壓印 然後人走的時間越久 它的這個壓印就會顯示的 就是越明顯了 然後並且就是所有的參與者 經過時間的推移 可以把這個公園 變成一個新的樣子 能夠呈現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然後又有就是 保留航鋼記憶的 這樣子的一個印 大運河航鋼公園 將杭州鋼鐵廠遺留的廠房 活化成市民喜歡的 自然生態城市公園 在公園一角的鐵軌旁邊 花窗袍、冤尾、堆心谷等 花位斑難勝放、高低錯落 之後公園還會引入藝術展 時裝展等潮流文化活動 為工業舊子添上更多活力和生機 以音樂為媒介 然後去推動我們的文化潮流商業的發展 使公園最後成為一個 與年輕時尚潮流跨界的 泛戶外生活方式中心 還會根據 就是針對我們周邊市民服務 我們簽約了青少年活動中心 將會在二五年開放給大家使用 Vincent,你有否見過一些光伏設備 是否真的像太陽能板那樣 對,其實你又知道 全球用的光伏設備 有很多都是我們國家的 一些民營企業所生產的 對,而聽說光伏設備當中 很多零件構造都很複雜 要大力投入研發才能有好的產品 對,今天我們就去探訪 兩間在蘇州的科技企業 看看他們一些先進的生產線 在蘇州高新區這間科技企業的 生產廠房內 十條生產線正高速運作 但企業對目前的生產力 仍然略嚴不足 他們正在二樓廠房 擴建四條生產線 很快便會投入使用 今年這間企業出口各類產品 近二十萬個 全球新能源、光伏市場指跌回升 令企業有更大的投資信心 這張表記錄了企業近期 海外參展的安排 幾乎遍佈世界各地 僅僅參展這塊的話 可能去年大概兩百多萬 今年要將近四百萬左右 因為我們也看到海外 對新能源光伏的需求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 把我們很好的產品 去推向海外 想獲得更多的市場銷售額 只是參加展會還未夠 生產技先進又有質素的產品 才獲得客戶認可的黃度 這個錢我們研發佔比的比例 大概是有百分之四十 所以在我們很多的性能 先進元器件的一些使用 我們在業界都是處於一個領先的水準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一個 研發型的企業 我們實際上拿到了這麼多的資金 大部分都用於我們新的產品去開發 同樣有實力出口產品到海外的蘇州民營企業 還有這間新能源汽車零件生產企業 我們這條產線正在為我們一個德國客戶 在生產一個電動車上的DCDC 每個月應該在6000台左右 最新發佈的蘇州市外貿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1月至5月 全市民營企業的進出口總值 接近4000億元並且持續增長 鳥堪神州精彩在線 今天我們帶大家去到重慶泳村 近日重慶泳村吉安鎮的8000棵藍花營 到了最佳觀賞期 紫色的花迎風綻放,美不升修 節目的最後 我們跟著鏡頭一起去想想花 今集的灣區傳媒體時間夠了 下集再見 再見 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